《大紀元》 根據燈塔研究院近期發布的 《2021中國電影市場年度報告》顯示 2021年全年上映的 由主旋律題材主導的國產影片 一共697部 而進口片票房僅佔整體兩成 不到2021年佔比的一半 台灣紀錄片導演李慧仁對《大紀元》表示 一直以來 外國的影視作品如果要進入中國 都需要當局的嚴格審批 而在中國上映的大量所謂主旋律題材的影片 其實是中共維穩的一個重要手段 它不會讓太多來自西方國家的電影干擾度內部維穩 此外 根據貓眼數據顯示 2022年大年初一 全國平均票價高達58.7元 比起2021年的40.3元 全年的平均票價增長了45.6% 有大陸業內人士表示 今年的新年檔票價是自從2018年以來漲幅最大的一次 根據泰媒體網站近日報導 新年檔電影票價上漲已經成為觀眾批評的話題 有些觀眾在買了高價票後 在社交網上抱怨 有些甚至直接選擇不看 流亡德國的北京藝術家 獨立製片人楊偉東告訴大紀元 其實有很多所謂主旋律的影片 幾乎沒有人願意看 官方就要求各單位工會組織和學校 或者買票或者送票觀看 官方宣傳幾十億票房收入 楊偉東認為電影作為一個藝術產品 首先應該建立在人性基礎之上 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 還要有藝術創作自由 中國有這些嗎? 我的電影被審查 書被封禁 我本人更加被中共當局關了114天 這就是中共所謂的自由嗎? 10多年 加密集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